创业时代,郭新年太古致了。太多人不懂他,这两人戏份最令人喜欢。 创业时代中魔精在经历了巅峰之后,已经出现了颓势,而且也被其他软件后来居上,郭新年的团队已经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,有很多网友不看好郭新年,时尚最不着编辑的男主兼创业者,自负自大,不懂沟通,不尊重合作伙伴,无脑冲动,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。 现实中这种人在时代的巨浪里消失也是理所应当。 我创业时代中郭新年就是这样的人啊,如果郭新年不这么固执,就不会有魔精。更不会打败三大运营商。他是改变世界的人。像我们这样的凡人是不会理解他的想法的。他学习的是乔布斯。 感觉没有谁对错,只是想法不一样。 今年是想一直做下去,把魔精做大做强,类似做成像苹果那样的公司。 但其他人只看到挣钱的时机,金钱的诱惑很难抵挡。 如果他们都卖掉股份的话,郭新年就可能继续做不了大股东,把握不了公司的方向了。 而现实的很多东西都会阻碍你靠近理想,甚至是直接把你的路隔断。 只我们都是凡夫俗子,就算有梦想归根写敌也是跟钱有关。 而理想主义者才不会妥协于那些商品社会中的利益纽带呢? 他们眼中的创新性、革新性产物是不容被他人占有的,不容被借鉴、效仿和抄袭的。 他们只会绞尽脑子千辛万苦的买头实干。 这也许是乔布斯当年被董事会赶出公司的原因吧。 也是就是创业时代中国新年这个人物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疯子, 不过小编希望像郭新年这样的人多一些,他们往往可以改变一个时代。 相对来说郭新年还不是我最喜欢的角色, 如果我年轻五岁,看创业时代可能会喜欢郭新年, 就是黄轩演的那个角色,热血、意气、正直、创新, 甚至有点一根心的创业,都是优点啊,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,我爱上李奔腾无法自拔。 尤其他问罗维,和巧莽真的用黑客软件监视所有人, 给他加工资。 天哪!这才是要坐拥天下的人哇。 李奔腾接受罗维的创意开始他每次看罗维的眼神都变得越来越温柔, 而周一围的罗维则第一次有了安全感, 难得开心地笑了, 好的表演要相互成全戏才会好看。 只有看到这两人的对手戏时才感觉舒坦了许多。 无论颜值、演技还是格局上。 两个男人、曹操和小时候的曹操之间的惺惺相惜。 以罗维创业这条线比较有意思, 还算不侮辱观众智商, 两个演员甚至包括围绕他们的小忙, 麒麟似乎都有戏, 连与罗维只有两场戏的小胖子都可爱。 后说一下创业时代中的苏可勒, 他在角色间不断转换, 就是节爱里的青木大人, 动物世界里的张景坤, 没想到穿上西装还挺帅的。 从创业时代的洛菲斯彭总穿越到江夜里的唐国当亲王李佩妍了, 真的毫无违和感, 希望这样的演员多些作品, 演技和台词都无可挑剔, 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可以多点眼福。